雷霆881 刺冊903 有誰共鳴 Hello 大家好 我是鄭依娜 大家好 我是Felix 潘敬祖 今天我們來到有誰共鳴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自己 還有一些新歌 或者我們過往的點滴和經歷 今天我們會帶給大家八首歌 鄭依娜和潘敬祖 去年在日本沖繩結婚 今年三月就在香港寶拜起酒 當日一對新人就獻唱了他們的 結婚主題曲《幸福寶女》 這首歌是他們一個負責作曲 一個負責填詞 他們希望借著歌曲把幸福送給大家 由相識、交往、到結婚 潘敬祖在短短三個月 就已經決定向鄭依娜求婚 因為她相信當找到對的人 就要好好珍惜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或者我和依娜想大家分享的故事 都是關於我們兩個人的經歷 無論在演藝上 或者在慈善範疇 一些點滴經歷 剛剛的2019年的年頭 香港註冊成為夫婦 很開心這件事都在這幾個月來 有不同的媒體報道 對我們有些祝福 所以今天有機會上來有誰共鳴 我們都想把這份這麼開心的喜悅 都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在三月的時候 在我們的婚禮發布了我們的新歌 這首新歌叫做《幸福寶侶》 就是我們兩個共同創作的 這個想法是誰想的 就是我想的 或者我們也介紹一下這首新歌 對於我自己來說 作為一個音樂人 在這十幾年的音樂路上 都一直很希望 如果將來我自己有一段婚姻的時候 可以有自己屬於一首很特別的紀念歌曲 去到《適逢》這個時候 又出現了 我就覺得 可不可以和伊拉一起去合作寫一首歌 當中我們就找了我們的好朋友 馬家君、馬仔 去幫我們做編曲 歌詞的內容 我和伊拉合寫 都是講我們在人生路上 在感情路上 遇到的一些波折 我們怎樣經歷 對於我自己來說 都是一個挺童話的人 我是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小康之家長大 所以我對愛情觀 都是覺得人生可以有一個 幸福美滿的家庭 經常看劇集 什麼國家的劇集 都大團結局 我最喜歡看 那會不會自己 都可以有機會遇到呢 這首歌裡的歌詞 我的部分 我就表達了這些 伊拉,你寫什麼呢? 我的部分 都是一樣 是很希望有一個 童話式的婚姻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你知道 女生很喜歡公主 當然希望有一個 白馬王子 有一個幸福的寶女 當我遇上你的時候 你是一個歌手 我是一個演員 不如我們一起去做一個 我們的結晶品 一首歌 這個故事就是說 我當時 曾經在我的低潮裡面 遇上Velix你了 所以我的歌詞 我寫的部分 就是說 好像你在黑暗中裡面的 一個星光 一個神光 照射著我 也希望這首歌 可以送給我們樂迷朋友 或者接下來準備 踏入人生新階段的朋友 準備結婚的朋友 都會希望喜歡這首作品 幸福暴淚 好久 我們可以吃到你們 你自己聽不懂 要在哪兒 我只要留下 我們會選擇 這樣 帶來自我 我都會選擇 我來自我 你當時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我 zich選擇 你 你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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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讓我進來幫我開機 自此之後我們就認識了 其實沒什麼印象 因為當時的Illa 不是太多公開活動 因為當時她休息了一段時間 我剛巧去到朋友的新高發佈會 認識了大家有個交流聯絡 之後沒有什麼正式見面 吃飯、聊天都沒有 差不多有四、五個公開活動 或者朋友聚會 見面都會打招呼 但沒有溝通 發現這幾個公開活動 訪問 都見到原來我們是站在 旁邊左右、前後左右的位置拍照 這個就覺得我們幾有趣 其實是直之多虛到前年 我們有一個朋友 可南她有一個電視節目 找我和Illa一起做嘉賓 我們才在那個活動當中 正式去多些交流 因為拍整天的節目 多些聊天各樣 原來了解過之後 原來Illa又住在我附近 因為Illa爸爸是中醫 我當時又需要找一個中醫去看病 很快很快地溝通 其實我們拍拖是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 然後你就約我去旅行 還沒這麼晚去旅行 還沒去旅行 讓大家覺得好像我很擔心 有一點 雖然有一點 因為我覺得其實年紀 說真的就不是十幾十歲 拍拖經驗大家都會有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知道人越成熟的時候 你對於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會更加清楚 一個旅行當中 就和Illa去求婚 去到沖繩那裡求婚 你真的很緊張 其實 默認你也會這麼緊張 為甚麼? 默認也是緊張 人生求婚得一次 當然會緊張 有機會 你試試 向我求婚一次 你就會知道 好吧 我留回周年紀念的時候 是的 聽你的歌 看你的歌詞 我可以認識你更深 都是一些正面鼓勵歌曲 你也會把這首《共創愛的天夜》 送給每一位俄迷 這首歌曲 那麼不罔 世界有萬個可能 都等着我 困難無懼訜訝 路上我一起 共你藏在天地 再城敗裡 我能超出了自己 每天一起 共創愛的天氣 尽情盛放会黑 坚固的也是恨你 不管我个他都将真心输一把 到处去建立领想共取的家 我已决意突破更多 对错没什么不可 世界有万个可能都跟着我 困难无论侦迫 一起高借过 路上我一起共你创出天地 在成败里可能超出现自己 愿会见一起共藏爱的天地 尽情盛放会黑 坚固的也是恨你 我去已行得太慢 这刹那回想都敢敬腾 再奋斗重新将这上每一环 无悔的黑暗 路上我一起共你创出天地 在成败里可能超出现自己 愿会天一起共藏爱的天地 尽情盛放会黑 坚固的也是恨你 歌手潘敬祖 艺人郑依娜 歌曲全程引返你的共鸣 为什么我选择这首歌呢 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很适合我们 我觉得两个人相爱和家人也好 是大家一起用爱去创造天地 在沖繩的婚礼的时候 接新娘我是用这首歌来考验Felix 当然是要去猜究竟是哪一首歌 我告诉你听那个内容 然后就要你去猜了 是的忽然之间相当的考验 原来猜一首我们 初初沟通时候认识的关于我的作品 今天想了很久 在门口那里敲门 都进不去 最终都猜到了 因为在我们人生当中 遇到一些大家自从道合的人 是不容易的 而且如果遇到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珍惜 除了这首歌之外 关于我们结婚、婚宴 有一首很特别的歌 会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就叫Lucky 她是Lanka唱的 为什么我会选她呢 她的歌词是很甜的 很多都是感上添花的东西 就等于我们的爱情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你未必感受到那么多 但当加上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正面的 而且这首歌是用了在我们结婚的照片 那里我们做了一条影片 就是在我们的婚宴的时候 播给大家看的 我想歌曲其实很多时候都可以表达到 很多人的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和阿伊拉 都偏向很喜欢一些正面 或者是带到被人欢乐的歌曲 而这首我们的简障当中 都希望歌词里面那些甜蜜的意思 可以让一些在现在相处中 不是太甜蜜的情侣当中 它可以带到一点欢乐 因为我觉得人生 无论你找到另一半也好 或者遇到任何事也好 开心甜蜜是很重要的 因为没有了这个元素 其实无论你有多少成就 多少成功 得到多少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啦 You are the cherry on top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have me at hello And I'll never say goodbye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needle in the hay The moon in my night The sun in my day And I don't know why I got so lucky You are the cream of the crop The crackle and pop The icing on the cake The smile on my face You're the fish in the sea The knees on the bees The flame in my fire Stars in the sky And I lie I don't know why I got so 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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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Oh And I And I I don't know why Honey I I I don't know why Listen I I I don't know why I I got so lucky Lucky 此時此刻 有誰共鳴 我覺得遇上Felix 是我人生中最幸運的東西 就好像這首歌一樣 對嗎 當然我也很幸運 因為要在生活當中 遇到一個合適的人 是不容易的 這個女生很有信任的感覺 很多東西都可以分享和跟你說 這是我覺得很幸運的地方 我覺得是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我們都相信這件事 因為前因後果 我們又不講太多這些道理 但是我們相信人生當中 總會遇到一個在你身邊的人 在這個時候 我也想和大家介紹一首歌曲 因為在近來 我的工作上 都和這首歌曲有關 早前推出過一張唱片 一張EP的唱片 當中有一首歌 叫做初衝 很榮幸 當時找到張崇德先生 去幫忙做監製 歌詞就是張美賢小姐田 能夠找到兩位 這麼有實力的人去合作 都是我第一次 很快就已經寫了我自己 很想說的一個理念 就是關於我們 無論在生活當中 我們怎樣經歷任何的事情 走到多遠都好 都一定要記得我們最初 我們為什麼去做每一件事 我們的初衝是什麼 好幸運地的這首歌 亦都剛剛今年 2019年 被收錄發燒音響展覽裏面 一張紀念唱片的其中一首歌曲 自己未正式入行之前 都是在一個影音從業園 也幻想過會不會有一天 我的歌曲可以收錄在發燒唱片 都是幻覺和幻想 終於夢想成真了 終於夢想成真了 以前小時候 剛剛出來打工的時候 都很多時候 每年都要去參加音響展覽 負責接駁音響 或設定 但今年可以被大會邀請 是一個大會主持 和一個宣傳大使 感覺是沒有忘記初衝的想法 所以都很希望這首歌 可以送給每一位 現在在香港上拼搏的 所有的年輕朋友 或者是在努力上班的朋友 為自己目標爭取的朋友 好了 抵話險角中 讓我亦無忘初衷 騙我那次痛 你早已沒法到 受於秋提中 信誓滿腔的青春 片執的確很蠢 我卻繼續相信 造夢或者很昂貴 信念卻真的美賴 未願忌諱 世间笑我太沉迷 梦想那样世 亦会发出光沸 还记得 没着雨水洒过眼泪 仍然认真哭得出去 挫折在夫 因在未来 也未说恐惧 我切静默太多醉 天花碎 仍然值得放心底蕾 过去已经全过去 有一从头遇见 我都想你满催 谁人落过任性有罪 仍然撑下去 为所爱愿意 尽我全力争许 还有心 暗上透光蒸发眼泪 缘成认真梦想之旅 你有你的天空海阔 我独过思虑 我自已习惹太多歌中有谁 仍然值得放心底蕾 我已借过全过去 总是遥遥漫你 我都建议你 我已满催 歌手潘敬祖 艺人郑依娜 歌曲全程引返你的共鸣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 Yuhas两地一心 这个机构非常支持本地青少年发展 我们每个月都会去到不同的学校 提供一些领袖培分 希望学生在书本以外 学会如何独立 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为将来打拼 两地一心 由香港一群充满理想和热心的义工组成 成员大部分是在职或者退休专业人士 工程人员 公务员 教育界和商界人士 他们致力于改善中国偏远山区学童的学习环境 除了建校和助学之外 也都透过筹备山区生活体验的交流活动 给本地青少年有所成长 和培育他们贡献的精神 我是Felix 潘敬祖 我是郑依娜 如果我们选的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 请用手机发一个短信到 50-881-903 捐出五元 支持Yuhas两地一心 此时此刻有谁共鸣 雷霆881,刺册903,有谁共鸣 大家好,我是郑依娜 大家好,我是Felix,潘敬祖 今天我们来到有谁共鸣 介绍一下我们自己 还有新歌 或者过往的点滴和经历 今天我们会带给大家八首歌 能开花结果的爱情 当然难能可贵 潘敬祖和郑依娜 能够携手走上人生最完美的阶段 都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他们相信他们的互相信任 是两人之间沟通的最佳方法 因为这样,事情会来得简单和直接 欢迎大家回来有谁共鸣 这里有我Felix 潘敬祖 有我郑依娜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歌叫《初冲》 是关于对于我自己 很深刻印象的一首作品 是代表了我自己的过去 而对依娜来说 不如你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你的过去或者你在这个 演艺事业的初冲又是什么呢 那要由很小说起 曾经被一个导演选中 去了邵氏电影拍了几部电影 那时很小 就跟刘德华、刘美军 多小时? 很小时,一两岁左右 手泡BB 小朋友来的 我很专业的 要哭懂得哭的 要笑又懂得笑 但这一件事是对于我自己影响深远的 虽然我那时这么小 大过了,读书期间 自己就一直都很想 我会不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演员呢? 应该18岁左右 我就开始做《无特宜》 拍电影、拍广告 到我再大一点 我就去了选美 正式加入电视台 大约两年前开始 我就去了做这个舞台剧 我想不单止是我们 亦是在社会上 很多年轻朋友 他们都抱有一个梦想 在我自己小时候 参加童军 有机会去一个 Beyond的演唱会 因为去了一年六晚 摔着手地唱Amani 小时10岁的时候 看到有万多人在前面唱歌 希望有机会站上舞台上 或者有自己的歌曲 当然经历过很多波折 又被不认同 参加比赛主要都是输 未必成功到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自己累积了的经验 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 无论多少失败 都不要紧要 最紧要是我们在人生当中 可以跨越那些困难 希望在这个时候 都送给在不同的范围上 并肩作战一起 为自己的目标打平的朋友 把这首《痛恨》送给你们 风落再高 尾船高 齐心可夸赏 夹流亦向盈存力上 财寒都艳阳 经历过风险受过伤 我可背与战与强 来认罪你共我 得火中 盛大将 登陈赏 直接放进去 做东西 与你共我 不须 为自己的目标 我为自己的目标 看到 福尔 尾船高 我们 有 与你共我 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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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算是 在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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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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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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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